Ladies and Gentlemen 千万不要错过 《塞尔达传说指挥的再现》 它可不是什么小品级的衍生外传 它是史上第一个 主角是塞尔达的正统塞尔达传说 《波乱反正》 它的玩法更偏向 经典二帝塞尔达的迷宫解谜 《凡普归真》 它的故事是罕见的 《公主救勇者》 正本清源 再听了无数次 之后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 我能听到林克 不 我听不到 因为林克在这里 已经是石垂的哑巴了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会接到 救出林克的任务 救 还是不救 还是 晚点再救 在这个拯救林克的使命里 我毫不意外地 在各种支线里流连忘返 磨蹭了四十几个小时 甚至体会到了 当宝可梦训练师的快乐 才最终把世界给救了 智慧的再现 巧妙地结合了 传统二帝塞尔达的迷宫探险 和王国之类引入的 开放式解谜 还洒入成长驱动的收集完法 激烈地碰撞出了一个 非常引人入胜的冒险旅程 有点莽撞 非常新奇 智慧的再现最吸引我的 就是非常独特的 粘土小人画风 实在太可爱 太梦幻了 芝梦岛推出以后 我一直都在祈祷 能延续这个风格 竟然成真了 这次 海拉鲁大陆出现了 神秘裂缝 剑士林克在救出公主以后 也被裂缝卷走 裂缝不仅会吞噬一切 还会生成被神秘力量控制的 邪恶复制人 干扰世界的秩序 塞尔达也被复制人国王 关入大茅 择日问斩 明日武士 斩首示众 就在这时 拥有修复世界能力的 小精灵托利突然出现 借给了塞尔达 拥有复制之力的魔杖 于是塞尔达公主和托利一起 踏上了拯救海拉鲁 救回林克的冒险旅程 托利之杖 就是游戏的核心玩法 用它 塞尔达可以复制 见过的物品和打败过的怪物 收集新的复制品 就成了这个游戏 最有趣的推动力 每个新的复制品 会带来新的移动 解谜和战斗的方式 用新能力去探索新区域 然后解锁更强的移动 解谜和战斗能力 一个非常快乐 非常RPG的正反馈循环 复制出来的物品 一开始 多数都是用来垫脚的 床 木箱什么的 一边走一边铺路 有点像我的世界 这个阶段 高地是上不去的 探索是很艰难的 移动是要精打细算的 但慢慢的 你会遇到一些 能带来质变的复制 生产力革命 像会飞的地板砖 可以当飞毯 像马里奥里这家伙一样 向下砸的砖 能当电梯 最厉害的还得是水块 非常万能 每次获得这种关键的升级 我都能想象到各种可能性 再加上智慧的在线 地图非常大 地形元素特别丰富 一想到有了新科技 一堆之前去不了的地方 各种高山 逐渐变成脚下平地 这种成长感 非常让人满足 不过在所有物品里 我使用频率最高的 还得是床 因为它不仅是一块 踏实的台阶 还可以原地回血 爱心告急 立即躺平 有了公主床以后 回血更快 我会在这里躺 这里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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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换上摄影 接着躺 之后海拉鲁流传的 将会是拥有超觉松弛感的 塞尔达公主的传说 解谜 这次相当于把过去 林克的万能工具箱 都给变成了 能捉的怪物和道具 点火的怪 放电的怪 放炸弹的怪 能挖洞的怪 配合着各种移动道具 解谜的自由度非常高 每一个解谜 都像王国之类 送雅哈哈似的 都不止一种标准答案 或者说 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 到底是啥 反正靠一些稀稀古怪的做法 稀里糊涂的 也就过去了 不过 和以往塞尔达不同的是 智慧的在线 战斗的部分 多了很多 几乎和解谜对半开 而塞尔达公主本身 像他是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 没错 全靠宝可梦 捕捉也和宝可梦如出一辙 扔一个石头给对方砸晕 然后绑架 虽然没有写在表面 各种怪物 还是有不同的属性和特性的 而且有一点点相克关系 火 可以把冰块融化 陆地生物下水会淹死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思考 直接派出最强的怪 但是 这个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 后面的强力怪 有多好用 前期的战斗 却有多痛苦 毕竟 塞尔达不是召唤怪兽一起战斗 而是只能站着干等 如果怪物起手要等很久 很容易就会想 自己要是林克 该有多好呀 诶 还真能变成林克 不出三剑 再坚强的敌人 那也差不多得倒了 简直作弊 只可惜 这个剑士模式 是需要消耗能源槽点的 只能打一会儿 所以 游戏的前一小半 塞尔达是海拉鲁 再逃公主的阶段 可能玩起来会不够爽快 但是 而到解救海拉鲁城堡 后面的体验非常好 我可以保证 随着收集到的物品和怪物 越来越多 我们的移动会越来越随心所欲 战斗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游戏会变得越来越好玩 哦对了 一定要尽早带上挖跳指环 有了它 从跳半格变成跳一格 体验更美好 一口圈上五楼 不费劲 智慧的再现 是一个玩起来没什么负担 又很快乐的游戏 我自己在这里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和以林克为主角的塞尔达 最大的不同 一个是操纵怪物冒险 本身就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是 不同于无牵无挂的林克 塞尔达是一个 有很多人爱的角色 在这个游戏里 我清清楚楚地见到了 一个这么爱我的鹰怕 为了救我 以身犯险 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我的安危 国王父亲 虽然基本上只是靠说的 但还是疯狂输出了一堆 爱护女儿的发言 甚至是海拉鲁城里的士兵和村民 也会对我献上尊敬和谄媚 这些都是扮演林克的时候 很难体会到的 虽然主角不是林克 但游戏还是给了林克 比较丰富的刻画 米诺米诺村里也有林克的家 床头挂着林克 换洗下来的绿帽子 大家路过 不要忘记去英雄故居 打卡留念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得是游戏 一本正经的说 林克他就是个哑巴 被裂缝吞噬过的孩子们 无一例外失去了某样东西 林克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林克现在无法说话 但我仍能充分理解他的想法 接下来我想着重聊一聊 几个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地方 首先就是承担了 主要卖萌功能的 则库果 他们用这么可爱的小嘴 讲着比反派还邪恶的话 像下人 好家伙 就算你是上海人 在德库果的面前 一样还是得被叫 香与宁 名字也很奇怪 碧诺碧诺 请问你们村的 哔哩哔哩在哪里啊 更可怕的是 你还会看到德库果谈恋爱 他们会在 爱心池塘里面谈恋爱 离谱的是 德库果还会把你关进监狱 但他们是笨蛋啊 所以你可以跳进罐子 跟他们玩一二三木头人 也不会被发现 其他可爱的细节 一个是呼叫公主 专属摆马的方式 是在地上放一根胡萝卜 我每次都会等马儿吃完再出发 真的很温暖 还有就是 穿上猫猫服装 就可以听懂猫猫说话 太可爱了 当然游戏里的支线小任务 也都很温馨治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游戏其实有很多没太想清楚 挺矛盾的地方呢 比如让塞尔达不能战斗 但又能变身战斗 这是因为 这一代的塞尔达不是任天堂第一方 而是Gwezo开发的 他们之前只做过塞尔达传出系列的移植 这次是第一次做原创 所以七七八八杂肉进来了特别多的系统 好多我都没说 比如机关 冰沙的设计 基本上是没用的 迷宫设计上也不如其他2D塞尔达 那么统一精致 再比如UI设计的 像是开发者自己没打开过游戏一样 一百多个道具竟然是一字排开的 但塞尔达传说智慧的在线 依然靠着这个设计的非常有趣的世界 让我沉迷 而且它非常大方 诚意满满 复制物品怪物来战斗解谜 本身就是好玩 而且很独特 地图非常大 内容量比我想象的要多太多了 而且越玩越上头 非常值 以及你能感觉到它是认真在callback前作 比如爱偷钱偷东西的乌鸦 老游戏里的丑卓拉族和近代的苗条卓拉族都出现 还都给了名分 何卓拉和海卓拉 最经典的 Boss加农一开始 它就是猪 哦 关于地图我插播一个 智慧的在线地图 竟然是可以和30年前众神的三角力量重叠的 重叠之后扩展出来一大圈 多了格鲁德 古龙族 卡尔利科村 等等给人了一种统一了世界观的神奇感觉 当然这不是再说没玩过系列前作就不能玩了 恰恰相反 我觉得智慧的在线 非常适合第一次接触塞尔达传说系列的新朋友 他难度不高 设定完全 非常有趣 而且还是塞尔达当主角的公主历险记 塞尔达传说怎么能少了赛尔达呢 说点题外话 其实Grezzo一开始打算把智慧的在线 做成马里奥制造那样的Dungeon Maker游戏 还好请找银耳及时喊停 真是太好了 而且其他塞尔达系列也不都是任天堂第一方哦 比如缩小帽 其实Capcom做的 就是做怪力和鬼气的那家公司 他们完美呈现了塞尔达传说系列 令人着迷的迷宫冒险 真的很厉害 对了 扫 Amiibo还可以解锁塞尔达服装哦 扫 Amiibo